这里就是文和有的小龙虾养殖基地了 这不是个食堂吗 怎么会有小龙虾呢 中国超过七成以上的小龙虾 其实是养在水稻田和核花糖里面的 每年11月小龙虾就要打动繁殖后代了 这个时候一只公虾就会带着几只母虾去动力繁殖 消费以后 装有小龙虾宝宝们的卵会一直年复在母虾的腹部 等到40天以后 小龙虾宝宝才会孵化出来 和母亲告别出去闯荡江湖 小龙虾的成长要通过不断的脱壳完成 从幼体阶段到成年虾需要脱壳11至12次 每一次脱壳就长大一点 也就是说肉也会多一点 因此需要吸收大量的钙 所以会给小龙虾宝宝喂奶粉或者豆浆 补充营养茁壮成长 等这些都完成了 一只成年的小龙虾就可以放进碗里了 你说是那个吧 纸宝鸡吧 对 它们在投喂小龙虾吗 是的 就是用我们大浆纸宝鸡来投喂的 你们知道吗 其实在没有无人机之前 大家都是用人工撒的 那你们今天的工作 就是挑战一下人工撒完整片荷花虾 这怎么撒呀 好 那我们去拿一下小船吧 电动皮滑梯 这就是你们今天要用的小船了 船长 我这拨撒的还可以吗 我就可以 可以呀 哈哈 要拨到我的身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还挺累我这么去拨撒 而且远的是真的撒不到呀 太夸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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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谢谢船长 钢银的效率可实在太低了 等一下看我用无人机给你们绣一把 哇 它赢得不少了呀 哇 今天合夜位是影像两边散开 其实我们的飞机只用了7分钟 但像刚你们人工作业的话 其实用了55分钟 我们无人机的效率还是真的很高 这多大呀一共 20多亩地 其实你看我们的无人机撒的还是很均匀的 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小龙虾个个也长得非常的均匀 如果是人工撒的话 可能有些小龙虾在边边上吃不到 它就会长得有大有小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用无人机来撒的好处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虾堂主田哥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虾堂的一个情况吧 我们温和有在这边养虾也有几年了嘛 之前都是人工撒 平均每一个人一个小时只能撒50亩 就利用力很低 然后自从我们今年年初用了大疆T20无人机以后 我一个十分钟就可以把50亩全尺剥撒均匀干净 比你飞得还快 比我飞得还快 对 因为我比较熟悉地方嘛 所以说就很快 然后真正的全尺剥撒以后 我的饲料利用力能提高40% 这是我初恋的估计 而且还是这样去全尺均匀剥撒 否则每只虾都吃得到 所以说大小差异很小 所以产量高 这是非常棒的 是的 明白 好 那谢谢我们的田哥 谢谢田哥 谢谢田哥 嘿 那我们今天的小龙虾之旅就到这里了 是的 你们平时吃了这么多小龙虾 今天是不是长了很多奇怪的小知识呢 那就得看你下次请我们吃什么了 紫苏 没有问题 那我们下次再见